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通常的环境中就像我个人在国内受教育的概念是一样的 那是一个被虐杀的概念 对吧 这种被虐杀的概念呢是一种以释出 以利益 以现实环境中的一切 物质化的一切 你能够得到这些物质化的一切 你只能按照他所教育的概念而存在这个环境中 那自然就是无神论和进化论 自然就是个人的奋斗 自然就是个人的争取 自然就是丛林法则 一切都是自然的 在推特上转推了一个视频 有个朋友其实推给我的 他说他第一次看到 一个就是一个大概三四岁的女孩 在做饭 一个大锅碟点着柴火 露天的 做饭的熬粥的 那这个视频我早就看过 我从来没看完过 我看不了 因为那是个三四岁的孩子 那是最天真无邪的 就是到玩耍生命的 它是一个最干净的过程 但是这个国家 这个政治 这个政体 让这么孩子去撑起家 家对于他概念都没概念 因为他没有家 他的锅是支在露天里面的 他不知道家应该是什么样 但是呢 本性的一面上 他只能活着 这是这个国家的罪恶 这个被称为国家的最大的罪恶 这是高级动物的罪恶 这是逝者生存的罪恶 这是丛林法则的罪恶 这是我跟大家讲 我说我看不下去 那它又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对吧 时代产物 当很多朋友面对这种视频 感叹的时候 其实我没想过 我们是在这个过程中 同样的受害的人 我们的观点 做法 让我们失去了我们真正 内在的善良之心 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力量的争取者 没有力量 没有任何争取力量的一个孩子 他只能自己活着 这是活着 所以这里面就是包含了一种生命理念 这是在未来的中国 今天的以后的中国 明天以后的中国 当习近平确立成国家概念的时候 那这些罪恶 他不去改变的话 他不去从人的角度重新认识人的话 这些罪恶都在他脑子上 对吧 所以这是我自己眼睛里 我自己眼睛里的说法 我自己眼睛里的说法 那就像一盆这个水 当他有了水跟没了水的时候 他的生 整个的东西的概念完全不同 而他里面 里面当放上水的时候 人们看到的是生命 没有水的时候 人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物件 一个百物 对吧 有人甚至说这是塑料 那塑料就更惨了 对吧 那大家知道塑料就立刻就讲是工业产品 工业产品离生命就更远了 但它是更物质化了 但是当他有水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生命化 一个道理 当人们能够 当大家在看待眼前的事情 出现生命的理念的时候 你会得到答案完全不同 刘鹤 刘鹤成为了国务院副总理 跟大家预测的一样 但是呢 所有人都认为刘鹤的出现呢 肯定会大大削弱李克强 成为了习近平真正的 真正的经 管理经济的人 而跟他搭帮的呢 央行行长是义刚 义刚是周小川的门生弟子 而他的背景跟刘鹤一样 都是在哈佛受过殉的 他们俩读书的状况都类似 所以就变成了 而义刚呢 在中央什么财经领导小组中呢 刘 义刚是副组长 刘鹤是组长 所以刘鹤是义刚的顶级上司 就变成了主管 肯定是主管金融安全 打击金融政变的 一个最直接的前线的 前线的领头人 是刘鹤 而跟他搭档的就是义刚 副总理 央行行长 来承载着习近平的 真正的金融安全的命运 和经济走向的概念 那所以刘鹤就显得很特别 在今天19号公布完人选名单之后呢 刘鹤跟义刚 义刚的出现呢 也让人们大跌眼镜 就是央行行长的身份出现 变成义刚 大家很吃惊 但是明显的可以显现出 让义刚出现 而不是像郭树清这些人 也不是刘鹤自己表明金融威胁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 他的威胁力巨大 第一个 第二个 所有中国金融安全和经济问题的核心问题 在刘鹤手里面 义刚是配合 义刚是配合 那李克强显然就是虚执了 显然被虚化了 德国之声直接讲 刘鹤和义刚 学者型官员登上前台 这是所有人都认可这一点的 那这些细节我们不说了 66岁的刘鹤排名第四 但是他是习近平的中学同学 发小 是一起长大的 而他的父亲刘直言 在文革被迫害 自杀而死 那情况跟习近平也一样 他是人大经济系的 主要从事经济部门研究 所以他是一个对经济理论有所把握的人 也得过学术奖的人 95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 政府学院学习过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位 原来是发盖委 他是中央财政领导 财经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 义刚是副主任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是对他的介绍 而人们强调的一句话是 2013年5月份 习近平向来访的美国官员说 这个人叫刘鹤 他对我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这是德国之声的看法 所以几乎所有人承认 刘鹤是中国经济的真正的掌舵人 中国金融与经济的真正掌舵人 刘鹤的副手易纲成为了央行新行长 他是78年到80年在北大经济系的 也是一个技术型官员 他在伊利诺斯州 伊利诺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 86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做副教授 92年从为了终身教授 94年回北京进入北大 07年到央行任副行长 09年外汇管理局局长 16年外汇管理局局长退下 但依然是央行副行长 是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上次是刘鹤 所以这里面其实就表现出习近平的一统性 大一统性 在我眼睛里就是他要用他信得过的人 他认人 其实在认人的情况下 在认你的学识 两个人都是纯学术性的 两个人都是纯学术性的 但是呢 周小川也是学术性的 但是刘鹤是习近平的发小 这起了关键性做了 这起了关键性做了 那当刘鹤成为这个身份之后 很显然是习近平强化经济 财政和金融一手的概念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那有道理相信他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之后呢 他将兼任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主任一职 金融稳定委员会是在2017年7月13号14号 国务院金融安全会议上召开时成立的 而那个会习近平带着七个常委全参加 而也是在那个会上抓的孙政才 所以这是习近平认人 以人为先 而这个人呢 却是有了他知恩图报的在其中 也就是刘鹤 在修宪通过之后的第二天 发表的官方的文章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场深刻变革 就是他说的 所以这是我想说他代表着习近平的未来的方向 那在他刘鹤个人的一些风格上呢 BBC登了一篇很长的文章 说他呢叫扫地僧 扫地僧 扫地僧应该是金融书里面的一个角色 而刘鹤他里面强调他的个性很突出 在这点上就像王岐山 刘鹤满头白发 他不染头发 然后剃板寸 那他呢66岁剃板寸 所以就显示出他的独特性 只能讲显示出他的独特性 BBC这篇文章非常非常长啊 我们就不讲了 那主要谈到他 引用了他一个概念 就是扫地僧的概念呢 是身居幕后却伸手不凡 身居幕后却伸手不凡 所以这是一个官方学者 官方学者却跟习近平有着深厚的背景的时候 带着央行把管主要的中国经济 财经和金融安全的位置 刘鹤在中央任职 而兼任过福建省政府的顾问 而那个时候是福建 习近平在福建省官一直任官 17年官制省长 所以就变成了刘鹤为官期间 跟习近平为官期间 基本上是重叠的 瓢之水 这是香港经济大学的经济系教授 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 刘鹤与习近平私人关系非常重要 而他的重要程度呢 会促使习近平将在经济层面 经济改革层面会把主要的权力交给刘鹤 而他自己主要注重政治层面 所以刘鹤深入改革一定会触动很多的利益集团 在这点上他需要习近平支持 他们同样在北京101中学读书 是中学的同学 同为红二代 各自的父亲在文革中都被遭到迫害 在上山下乡69年的时候 都是同时上山下乡 刘鹤去了吉林 习近平去了陕西 所以习近平去陕西又遇到了王岐山 遇到了王岐山照顾他 而刘鹤呢 他们两个人是发小 习近平进郑定 开始官场生涯 而刘鹤进人大 读经济系 刘鹤是79级的 恢复高稿是77的 所以他是第三年读书的 而大家知道79 大家知道79 77 78 79 80 这四届 这四届的学生 大学生是今天的 是今天的中间力量 是今天的中间力量 那这是我们看到刘鹤了 一刚 很多人认为呢 一刚是学者 但是在央行位置上 肯定他比不过周小川 是周小川的门徒 弟子 但是呢 正是因为他比不了周小川 在我眼睛里呢 他会顺理成章的辅佐刘鹤 那也就变成了 当他们统领 整个中国金融安全 和经济安全的命脉的时候呢 变成的是统一的 他不会出现分歧 只能是讲说 出现分歧的 出现分歧的危险性小 对吧 出现分歧的危险性极小 所以对一刚的评价 人们太多的人认为 就是说他的 他的出现比较突然 他是一个改革派官员 影响力不如周小川 而且他大多人强调说 他是中央候补委员 位置比较低 但是呢 他是一个改革型的人物 主张呢 实施宽松的利息和货币政策 并对大举放贷和新增货币量的行为呢 提出过警告 所以 所以他对金融呢 是非常的在行 一刚来讲 对于货币而言 但是这里面很多人说 一刚又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都不是中央委员 周小川刚原来一直他的位置很高 是中央委员 而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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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刚不是 而在我眼睛里呢 一刚不是中央候补委员 只是中央候补委员 但是他正承担着央行行长的概念呢 这个概念类似王岐山 同样是习近平淡化 在国家最主要的命门的官位上 却不是中共党的高级官员 他故意弱化 故意弱化 所以你将 未来将看到更多的政府官员 却不是中共中央党的系统的高官 这就是把党 把党 党的权力 党的具体人 从中央 从国家的体系中 剥离出去 所以以后就变成了党就是党 国家是国家 党的领导人是党的领导人 国家领导人是国家领导人 这是他的方向 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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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